《月春起》 他们就ட他的最后 字幕God 11月30号 我们的矫释最后一天 下学了 我觉得我来的已经挺早 但是确实已经有 作品和作者来了 很早就来了 来的是个老者 我印象里面 他跟我说 他说他08年就送过稿子 下就好了 他希望他能够参加冬奥会的设题 其实这两个 惠惠最开始还是延续申办的 那个东字的那种思考 就是用中国的汉字 和用中国的书法这两点 来代表文化性 然后同时呢 用冰上运动和雪上运动的 合成一个形态 来代表奥林匹克运动 所以这个大的方向是这样 一个是他的形态 就是我怎么能够 让他既读得出字 然后又运动的图形状态有 就是把形态怎么掌握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直在写他的动感 大家在选定设计标 标识的这个元素上啊 有很多共同性 那就是要把冰雪运动 和中国文化的元素结合起来 这一点呢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所有的这些东西 要让评委们在一个平面里头 要把这四千多幅作品都看了 而且要是逐一地要进行 登记编号 所以这方面场地人员 这些志愿者 而且还要保密 这工作量非常大 非常吸引 它其实每一根弧线 它的曲线 它的每一根曲线的弹性 其实是 对我们 我跟大军 还有林老师 我们都是仔细地调过的 包括颜色 也是前年后后一直在尝试 是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把它打印出来 真实的打印出来 打印成不同的尺寸 因为一个logo 在不同的尺寸下 不同的远近 不同的光线下 它其实得出的效果 是不一样的 初衷还是要确保 这个方案 保持它原有的创意 保持它原有的那种 活力和生命力 和它的那种 这个就是原创作者的 那种最核心的东西 最有这个价值的东西 那么残案会呢 它看上去 视觉上比那个 要稍微短一些 但实际上 你要仔细观看的话 它好像会 晕含着一种 更大的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是 自内而外的 我认为这也是 比较符合 残疾人自强不息的 一种精神的一个气质 我认为这种力量是